先來看一下,我們先看看那個裁缺的部分 裁缺你可以打算看,因為照片的話其實很多 因為我們剛剛沒有特別講構圖 我先問一下各位,請問你們在我們拍照的時候 我們那個長寬比是多少嗎? 照片的長寬寬 我們剛剛是比如說那個300萬米是兩個長寬寬相承 但是那個長寬寬的比例是 你看我們前面的螢幕,我們這是長寬的對不對? 請問這是幾比幾的? 線量電距都比較大,比較扁,不是16比9嗎? 那這個是多少? 這個是幾比幾 我們長寬的是4比3 好,長寬的是4比3 對,4比3,所以你看起來比較像正方型有沒有? 那你洗照片是幾格法? 你是洗幾乘幾的? 以前短期是5乘3,3乘5對不對? 後來不是4乘6嗎? 那請問是不是3比2? 你有沒有注意到什麼事情? 他跟我們拍照的比例是不一樣 我們一般拍照是4比3 那有的像是會降機或手機拍照是16比9 可是都跟你洗照片的比例不一樣 你有沒有發現? 你拿去哪? 所以你拿去洗照片的時候 事實上有部分會被查缺到 對啊對啊 只是因為大家習慣得很好 就是怎麼樣? 就是人都打到正中間 像這一張很標準 人都打到正中間 所以你都覺得怎麼缺?我都不怕 不是這樣嗎? 如果站在旁邊的才會怕 所以你看一下 像這一張來講 你看我把它剃小一點 有沒有? 它比較扁平 沒有 我這個這一張 是比較粗粗粗粗的 這個是4比3 這是16比9的 可是今天你拿去洗 我拿4比3的給各位看 你拿去沖洗 這裡有一個 假如你要沖洗 這樣我們就建議各位照等比例 還會切 有沒有按照指定尺寸 你看這裡 有沒有我們常見的水線 對不對 好 那我就要順便問一下 請問你有洗過4重6 有洗過這一桶的嗎? 好 為什麼你要洗這一桶呢? 對於螃蟹 原來你就知道你洗大鋪的時候那個單位叫英寸 充幾分分 充滿一光秋 不知道 沒關係 我們今天再學多 反正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不知道這是真的 我們自己講就是 有預料才知道 現在我打這個講覽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4.5x6呢? 請問4.5跟6的最大分約數是多少? 國小學的最大分約數 二 你是會計系的嗎? 數學不行嗎? 11.5 所以你是1.5之後會幾幾? 三乘四對不對 四乘四比三 所以這個可惜的目的就是要讓你的詐欠能夠完整擠出來不要裁切 因為我們原本四乘六是不是會缺到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那麼會缺到的你就洗四乘五乘六 那價格大致上是差不多 可是如果你要買那個什麼? 相簿的時候會比較貴 因為那個比較大嘛 算子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個部分跟各位稍微修明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這個裁切的話 你看 假設你是用四乘六的面貌大件 我們這邊 上面也被缺掉一點點 這樣知道了齁 所以 你這樣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你送洗的時候 他大概缺在哪邊